百年的阿普利亚毁于那个啥 但是咱今天聊的这款阿普利亚 它并不是和某个品牌合资的 这款车可以算是一个大冒车 产地是越南 虽然不是意大利 GT200 这款车咱最大的特点是 咱这个外观看上去 确实颇具有那个RS660的那个风范 外观很帅气 并且很动感 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呢 就是它后边的来自于 它的这个iGate的这个发动机 小伙伴们 有这个标志的发动机 一般都不便宜 它虽然叫200嘛 但它实际的排量是174cc 最大的功率呢 也只有13千瓦 相对来说 动力你和250的相比较起来 那是肯定不如的 另外它的一个亮点 在于它的 看一下前边的这个昭和的减震 并且减震形成非常长 这一款运动踏板 那个感觉相对来说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它也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 两个点 首先是它29900元的这个售价 以及你像这个配色的 还要额外的加出六七百元 相对来说 它的价格要高一些 另外一点呢 它的这个ABS 虽然是标配 但是它只有单通道的前轮ABS 这一点确实是挺遗憾的 但是咱整体的看 其他的配置方面 你像米其林的轮胎 给你配上了 前14后13 并且这个是单叠单向 这是日清的 双活塞的这么一个刹车的卡钳 后边的这个刹车 也是双活塞的刹车 整体车身 两边LED的大灯 中间也不带透镜 三颗都是反射式的LED大灯 可能很多小伙伴 看这个外观哈 感觉这是不是都是碳劲 但刚才实际的仔细看了一下 这只是一个贴纸 整体车身方面嘛 你像这边的仪表 女神你过来拍一下这个仪表 这个仪表啊 是一个LCD的液晶仪表 上面的显示还是非常清楚的 你像里程 转速 ABS的工作状态 水温 这款车啊 它是带着静音脉冲启动 以及三秒启停的 换句话说 在你市区里城市实际走的时候 三秒启停还是非常方便的 九升的油箱存储量 官方说续航360公里 这款车我没有试驾过哈 我个人估计 它的这个续航里程 应该是在300公里之内 咱看一下这个马桶空间方面哈 马桶空间里边看似很大 包括下面有这么一个挖掘区的 偷的这么一个空间 可以放一个全盔 但是如果说你想放个 后边再放个瓢盔是做不到的 放全盔就够了 但是你放这个全盔 没法再加微卖通之类的了 整个这个车身的重量是148公斤 再这么相比较起来 和亚马哈的MX和本田的PCX160 相比区别并不大 轻量化设计的还不错 但是这一款车吧 799的座高 会对女生有那么一定的压力 但是还是话说回来了 当你这个座高不够的时候 你就往前凑 那这个座高问题完美解决了 包括你像后边的 这也是双枪的 五段可调的这么一个减震 这个减震在你的运动踏板里 这款车还是相当不错的 绝对比那个 比它便宜一点的 那个阿普利亚的 SR Max 250和300 要强出一个档次来 只不过咱不知道 下一步后边 是不是会配尾箱 不过话说回来 你要是运动踏板 配尾箱 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现在总共是三款颜色 咱展台上摆的这几款颜色 相对来说都要加出六七百元的 我刚才说的那个 两万九千九的那个 是没有这个配色的 不过小伙伴们 这款车在咱济南 已经有试驾车了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哪里 去试驾一下 今天我们是在这个 骑鲁车展上 首次见到了这款车 所以感觉也挺兴奋 其实一月份就已经发布了 这到六月份 我才见到这款车 请不吝点赞订阅